各位同学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 我们请到了这个 我们的团队里面的成员 阿台曾青台老师 他自己现身说法 分享他的硕士论文 他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 面面俱到处处保留 一个国小男性教师的自我叙说 曾青台老师 现在是在新竹市的名副国小服务 我跟他结缘是因为 他来念族师的教学硕士班 我也是他的指导教授 所以我今天跟阿台呢 我们进行的方式就是 我来提问 然后透过提问呢 让阿台的这个 从事这个行动研究的 硕士论文的整个过程呢 还有这个论文里面的一些重要的部分 可以介绍给同学们 那当然希望同学们呢 也能够自己从档案当中去阅读 这个论文本身的内容 另外呢我们还会有 下一部分是我们的团队来 一起来跟阿台做对话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让阿台来现身说法一下 那阿台能不能先让你回想一下 就是当初念教学硕士班 因为你做这个论文是因为 你一个在诚老师去考读师的硕士班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想要 从白天的工作 还要晚上再跑来念硕士 然后那是怎么开始的 然后念了硕士以后 为什么你又要选择做一个比较另类的这样的行动研究 它这个脉络是什么 我觉得先从我为什么会念研究所说起 那主师开了一个有关于硕士教学班的课 是在我当兵后教完第一年书的过程当中 收到的一个讯息 那在之前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 就是我要念硕士 之所以想要念硕士 基本上有一些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 我觉得我其实蛮会念书的 但是以我的家庭背景 那我是属于一个比较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 所以呢要让我能够念到大学 甚至念到研究所是不可能的事情 刚好在这样的机会产生之下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需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我决定去念研究所 那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因素是 我觉得如果只是以一个国小老师 从事教职一辈子 那以当时的薪水可样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一直交到四五十岁 实际上我也不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 让我觉得舒服的日子可以过 那念研究所对我当时来讲 我所知道的讯息是 只要我一念完研究所 我的薪水会跟着增加很多 也就是说有念硕士学位跟没有念硕士学位 实际上以国小的那个新级来讲是差了六级 所以我觉得念研究所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翻身的机会 所以即使它是在晚上开的课 我白天要教书晚上要上课 但是我盘算的结果是 我并没有孩子之类的 像一般的女老师一样有家庭的这些负担 再来呢 前面刚刚所说的那一些动机 让我觉得念研究所是值得投资的一件事 我是用投资的眼光去看 还有当然也加了一些我所认为的 念了研究所了以后会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对我以后的教育工作有帮助 所以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些想象里头 念了研究所 那我念了研究所了以后 基本上研究所开的课 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 所以都是新鲜的 跟我师专时代 甚至是师专后来开了一个有关于 得到学士学位的进修部 然而我从那一些师专跟大学部的课程里头 所感觉到的都是反复的知识操作跟学习而已 进到研究所了以后 我感觉到很多次有关于脑袋瓜里头的一些想法的刺激跟冲撞 像我还记得有一个叫做周淑青老师的 他现在好像在国北师吧 他上了一个有关于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课程 他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形状 让我感觉到原来我脑袋瓜里头有很多的理所当然的想法 原来都是被这个社会或文化所塑造出来的 而不是我自己认为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是不是有很多想法跟相信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我自己要的 而是这个社会要我变成那个样子 那我还记得里头有一堂课就是阿花你的课 阿花你的课其实是在我上研究所里头第一堂课 我还记得上完你的课的那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大地震 有个921大地震 所以对你的课印象非常深刻 而因为那一次大地震之后 后面有好几堂课都没有办法开 所以你的课是对我来讲是第一堂课 而且印象最深刻 而你的第一个学期的 我所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行动研究 那在这个行动研究里头 因为我修了它 然后我觉得你跟很多的教授部一样 包括你的穿着 你常常穿着这样啦哩啦哒的短裤啊 凉鞋就在上课 那我感觉啊原来大学教授里头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人物 然后上课的风格 常常不是告诉我们非常有系统的知识 而是一直在让我们自己说东西 那其实后来才知道说 它是跟行动研究一脉相承的 但是对我来讲 让我又那个思考 我的脑袋瓜里头的思考 一直随着你的问题的丢出 而不断的激荡走 然后呢 你又让我们写了一些行动杂技 那个行动杂技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也蛮好笑的 因为行动研究 我当初一开始所写的行动杂技 其实是描述别人 我在看别人的行动 我是以我太太的教学 当做一个行动的研究点跟出发点 那后来我会想说为什么我不去看待 我为什么要去研究我老婆的课堂里头的东西 像种种此类的 都一直让我感觉到上你的课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跟着你做一些东西都很有趣 就是说我也记得说那个时候你是在在职的老师里面 你已经是真的很荡 就是你是喜欢思考的 喜欢去探索的 这样子 可是从你的作业里面 我也发现说你是喜欢站在一个距离外面去观看别人 那可是为什么 就是说其实在研究所里面 一谈到乐文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你能不能做准时毕业 而且你安不安全 不会过 应该大部分的同学是做那样的 主流还是做那样的 那像以你的话 就是说你既然是这个金驴算计 就像你乐文里面讲的 述处保留 等一下我们会再说到那样 可是就是说 你为什么还是会选择一条 其实是蛮冒险的一个探究的路 你会怎么样回忆那一段路 我记得是 还是要接着你 我刚刚告诉你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得到的乐趣跟快乐 是源自于上一些跟亮的 不太一样的课程 包括多老师的课跟明的课 那些课对我来讲 震撼跟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当然我也上了一些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课程设计 或者说像一些 有关于研究方法的东西 那研究的方法的东西 在主师设计的课程里头 包括值得研究和量的研究 那量的研究对我来讲 譬如说像统计学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是亲而易举的一件事 因为我本来就是蛮喜欢数学的 然后里头的其实很多是跟数学相关 那只要我控制得以 只要在实验过程当中 或做调查研究之类的 只要我的东西控制得好 我的想象当中 其实按部就班一定可以让出结果 但是我觉得值得研究不是这个样子 值得研究让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主观的部分非常多 所谓主观的部分就是 它并不是按照科学方法 性度跟效度的这样子操作 有很多其实是 研究者自己的一些想法 经过一些处理了 以后呈现出来 那我原来的想象是 如果我要选择做量的研究 以量的方法当成我的论文的方法论的话 其实并不难 可是我又觉得里头 不太对劲 譬如说调查研究 我看到非常多非常多 在填写问卷调查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这么认真跟用心的 去完成一份问全的填写 很多都是随随便便写就交出来了 甚至那些调查问卷里头 是可以经过一套自己的处理 就完成一个结果 或者说一些实验研究 基本上也是控制了很多东西了 去操弄其他的操纵电音 而实验出来的结果 我认为在教育里头 并不是这个样子 教育不可能是一个教室里头 很多东西被你控制了 孩子们乖乖的被你控制去 去实验你想要实验的 那一些其他的变相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做量的研究 在教育学里头 有很多很多 和我实际上的经验是充足的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值得方法 我是有兴趣的 虽然有很多东西 我没有尝试过 可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因为就从你的那一些 行动杂技里头让我感觉到说 如果我做一个让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而不是那种偏离事实的东西 我当时觉得科学的操弄是可以做出来的 但是它跟事实不一样 或者跟现实的情况 我想要做一个比较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只是量的控制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获得一些我想获得的 让我觉得有意思 然后又可以变成论文而毕业 当然那个前提是 我觉得行动研究不难 我只要把我自己的感觉跟想法写出来 就变成了论文 我觉得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决定 以行动研究当成我的方法 跟从事我的论文写作 这是我一开始的想象跟动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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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ん